中文字幕——YK 靠近北京还在内蒙古地方是最严重的 所以中国整个在北京附近形成的零容忍 到了难以置信的严格程度 任何你只要到了可能确诊的线 哪怕你是北京的居民也不准入境 灿烂金黄的胡杨诠释了最纯粹的秋色 十月是到内蒙俄吉纳旗旅游的最佳时节 如今却也成了中国大陆新一波疫情的热点 原计划的行程是去往阿拉扇门的腾格里沙漠 然后俄吉纳旗的胡杨林 还有巴丹吉林沙漠进行摄影采风活动 然后是17日到达了俄吉纳旗 因为疫情爆发就滞留在俄齐了 此波大陆疫情的传播主要与多个旅行团有关 最早追溯到10月18日 两名从上海往西安旅行的夫妇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现阳性 同心的五人随后也都确诊 他们途经甘肃张继 九泉和嘉御官等地 在各地热门的深秋西北游宣布告终 近万名的游客被滞留在俄吉纳旗 由于多数是年长者 这段期间携带的药品还因此出现了短缺的情形 游客被隔离在饭店或民宿 由专人协助购药 如果在当地买不到的 就请家人寄到疫情轻微的地区 再由专人领取后送抵 不幸的是 一些中国南方的城市 如湖南长沙 湖北天门 贵州遵议等11个省区市 很快的也都出现了病例 甚至连首都北京都被拱破 感染者的关联性都集中在 曾落脚和吉纳旗 根据现有的流调和病毒测序结果 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 提示本次疫情是由一起新的 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中国当局仍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 多地随即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 大规模核酸检测 而吉纳旗将住宅区划分成了 封控区和管控区 而管控区的居民可以出门 但不可以离开社区 更不能群聚 受到颇及的甘肃省 宣布关闭所有的旅游景区 电影院和娱乐场所 北京和武汉的马拉松赛事延期 而在北京则有两名确诊者 遭到公安局通报 涉及疫情违法犯罪被立案侦查 确诊病例 陈某林 刘某敏 居住在昌平区 洪福院小区 2021年10月16日 二人自内蒙古自治区 俄吉纳旗旅游返京后 出现烟痛 发热等症状 仍外出就餐 邀请多人到居所打麻将 在19日 俄吉纳旗被列为中风险区之后 这两人不但没有及时通报 也没有做核酸检测 身体不适直到药局购买退烧药 而一同打麻将的五人 后来也都确诊 同时导致了1534人被隔离筛查 25日 北京市政府再度宣布了 其大项严格的防疫政策 包括拒绝在过去14天内 到访有新冠确诊病例出现的 县级地区人员入境 即使他们是北京居民 自此外方输入 从严落实公路水运口案的防控措施 直到地方交通运输部门 继续坚持公路水运口案 或开客观的总要求 坚持人物同房 27日被滞留的旅客 在做完五轮核酸检测后 通过铁路旅游专列转运 力真在三到五天 把大部分游客转运出额纪纳棋 面对这波疫情 各地政府都有沉重的压力 手有不慎 空将丢关 陈湛云同志因疫情防控工作中 履职尽责和落实不力 被免去额纪纳棋委书记职务 因为11月8日 中共六中全会就要登场 北京冬奥也进入 距离开幕的100天倒数 疫情防控势必是零容忍 北京冬奥会发布了严格的防疫手册 在我们整个东奥的总体的防控方案当中 确定了六大原则 这六大原则 一个是非必要不来华的原则 第二个是分类管理原则 这分类管理我们就里边就提到了 就叫运动员 接种疫苗 应接进阶 其他人员 其他境外人员来华参加比赛是二选一 就是打完疫苗 免隔离 不打疫苗 就一定要接受21天的接种隔离 叫分类管理 第三个原则是 避防管理原则 就是一定要从入境 进来之后要全程的 在华期间一个避防管理 北京誓言在2022年的2月 举行动奥会之前 保持高度警惕 包括了北京 中国已有17个省市 陆续开打加强针 目前北京市各区 已经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接种工作 北京在全程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 中实施加强免疫接种 现阶段呢 我们首先是针对感染和疾病 传播风险较高的重点人群开展 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已超过22亿剂次 近期湖北海南浙江湖南等地 陆续启动了3到11岁疫苗接种 全国约有75.6%的人口 完全接种疫苗 然而正当国际间 封锁最久的澳洲宣布 对已打过疫苗的国人 取消隔离禁令 坚持清零策略 文明的纽西兰 也松绑部分的防疫措施 中国人坚守彻底 根除境内感染的原则 这一仗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